我只有一个 您好,我是依若芬 今天要为你读的散文 选自我的书《备万自爱》 学着苏东坡爱自己 享受快意人生 当你发出我的声音 懂得华语的人 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除了少数生僻的同音字 华语里的我就是我 我只有一个 不像甲骨文里的 自己的字那样直白 字像人的鼻子 所以鼻子的上方就是自己 当你的手指头指着自己的鼻子 字那就是我 甲骨文里的我字比较复杂 右边是鸽 一种兵器 左边的偏旁 有许多种解释 垂、杀或是合、手 表示形形、肢解、收割、割手 后来才演变成第一人称 并且从单复数不明确 我或是我们 到直指单数 拿着武器防御别人 保护自己 于是自我 就划分了人与人的边界 我与你 我与他 中间隔着对自我的认识 必要时 那自我的认识会是武器 既然是武器 就可能有杀伤力 伤人或是伤己 也许你会想 不伤人 不伤己的做法 就是去除过于强大的我 把我和他人一视同仁 皆大欢喜 天下就太平了吗 然而 事实是 做不到 或者 稍微客观地说 很难做到 许多文学作品 和宗教经典的主题 都是追寻真正的自我 这似乎是一种吊诡 我就是我 在呼吸 在心跳 怎么还需要外球去追寻呢 赫曼赫赛的小说 流浪者之歌 又翻译成 西达多 主角西达多 经历教义伦理和生活实践 从复数到空无 探求真我 也就是神我 以及自我的层次 启发无数读者的心灵 自我的基本层次 建立在物质上 比如穿衣 吃饭 日本服装设计师 山本耀司 曾经说 自己 这个东西 是看不见的 撞上一些 别的什么 反弹回来 才会了解 自己 所以 跟很强的东西 可怕的东西 水准很高的东西 相碰撞 然后 才知道 自己 是什么 这 才是 自我 山本耀司 和川九宝林 三宅一生 并称为 日本服装界的 三巨头 我的衣橱里 还有高田咸三 唯独 没有山本耀司 大概 因为我 驾驭不了 他的设计 这位 从 庆英艺术大学 法学院生 转向服装设计的 裁缝之子 用 嘲讽时尚 反潮流 来制造 时尚 用 青面 穿着 整整齐齐 来 形塑 仿佛 垃圾里的 精英 也有人 用 丧 来形容 山本耀司的 风格 呼应他 执着的 黑色 宛如 葬礼的 秀场 人身 双眼 但是 看不见 自己 揽静自照 看到的 也是 一时片刻的 自己 印象 那可是 本来 面目吗 所以 要接受 各种 撞击 扣问 自我 撞击 可能来自 逆境 挫折 来自 人情 冷暖 来自 艰难 任务 总之 山本耀司的 态度 就是 接受 并且 乐于被挑战 和激发 他除了 设计服装 还玩音乐 写作 不断 跟很强的东西 可怕的东西 水准很高的东西 相碰撞 碰撞 反弹 奉献对 自我的认识 我的思考 和历练 也和 山本耀司一样 执教 大学之初 吃的是 知识 不对等的 红利 古籍文献 需要用 新式标点 断句 翻译成 白话口语 以及 阐述 内容 含义 一套教材 如果 不更换 真的可以 倒背 如流 闭着眼睛 也能讲课 但是 我洗心 厌旧的个性 很快 就驱使我 变动 我教的是 人文 应用 互联网的 发达资讯 我从 种在 语文的文 到 近年来 种在 人格的人 我愿意被 一年年 新生代的 价值观 撞击 反弹出 看不见的 自己 我 只有一个 却希望 有 十八种武器 认识自己的 方方面面 始终 在探索 随时 有 新 发现 我是 依若芬 为您 介绍 我的书 备万 自爱 学着 苏东坡 爱自己 享受 快 一人 生